跨年可以来点树香味 西手花莲苏家实体书店的苏留花莲团队 从12月到明年2月份 要在花莲市举行好几场的苏市集 为3、4月份花莲北中南三场大型的市集来暖身 第一场跨年前周末两天举行了 也结合花莲的西伯市集带来苏香、雪物和美食 也吸引了不少民众 西手花莲苏家实体书店的苏留花莲团队 今年12月起将在花莲市展开树场苏市集 而迎接原价连旦 30、31日两天在博士咖啡光吃岛共享基地 结合花莲知名的西伯市集共同主办 适逢跨年的北区场 为期两天邀请30组摊友 有美食有选物 摊主也各自展示心目中的爱书 让民众有机会看到不同面向的阅读主题 周六并带来城市系六美伦西新书发表 树的花莲它其实是一个文化不支持的一个活动 它希望全台湾所有的书店都可以办活动 比较动态的 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亲近 然后在花莲这里 其实花莲有15间书店 但是从来没有串联过 于是我们就设想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叫西流 因为西流本身它就是一个串联大家的一个 非常具体的一个象征 所以我们就在北中南各以书流这个题目 来串了北区的美伦西 中区光复乡的光复西 然后复里的别西 我们有三条西流的活动 然后所有的书店都会在这三个市集里面出现 然后同时也会有一些艺文摊位 那艺文摊位里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其实各行各业的人 他对他自己的兴趣跟序号跟好奇 所以我们也会希望他们来推荐他们喜欢的书 然后让他们的族群也可以知道说 其实生命里面所有的答案都可以在书里面找到 北区这里确实书店比较多相对比较多 我们邀请了五个独立书店 然后三个月时间分三个主题帮我们审书 然后经由这样的主题我们就办三场小的市集活动 让大家可以经由这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西流 第二个就是 很有趣的是很多年前都是偶不想工作 那我们就会用这样的主题来审书 跟大家讲这个题目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大家是在想什么 然后第三个月呢就是我在花莲的理想生活 这三个主题的书希望经由三场市集带给大家 现场和好乐书墙 有写写自彩编学堂 时光二手书店 一本书店 海好书屋 雨桥懒人书店 白水商号 桥本书屋 以拥抱流水 城市的树流与河流为12月的主题进行选书 搭配新书发表 画展开幕 说书以及音乐表演 为明年三四月在花莲北中南的大型书市集暖身 鼓励读者在阅读中探索生活和文化的底蕴 喜欢探索或长阳书海的名状不要错过 记者长邦院华林师报导